我們蔡處長,還有我們何會長,還有我們水美文學會館的董事長周水美 還有我們各三圈的各位理事長,各位總幹事 還有今天與會的所有的好朋友,還有商業處的夥伴 還有今天在這裡跳舞的參加這個活動,舞台活動的各位小朋友,大家午安 剛才我們蔡處長特別把大龍洞商圈,也就是台北市12個行政區 目前台北市政府在推動的習近計畫裡面,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大龍洞的人文跟歷史文化的一個推廣 我們要非常感謝前任的理事長張富曼理事長呢,他結合了地方 還有結合了這些店家,組織了這個大龍洞商圈 之後呢,又請我們何秉龍理事長呢,繼續接任 那這多年來,我們都知道大龍洞商圈有非常多的故事,有非常多的歷史 剛才我們蔡處長都一一介紹,但是呢,大龍洞更有知名的 大家知道最知名的是什麼嗎?米其林三星是哪一個嗎? 哪一個歷史景點嗎? 那2012年,米其林三星來台灣去做了一些歷史景點 還有地方的一些票選 其中有一個就是保安宮 這個故事呢,這個是在2011年的時候 那2011年的時候,其實呢,全台灣有四個景點呢 是四個被票選的三星的呢 第一個 台北是 台北 第二個 台南 第三個 北投 再來就是我們的保安宮 這個 這個 這個你們上網去查就有了 那保安宮呢,這四個呢,是台灣 米其林來台必遊的三星景點 那其他當然還有一些惡心的啦 那保安宮呢,真的是一個非常知名 而且非常好的一個 這個 我們大龍洞的歷史景點 那我們呢,在地的商圈 要再努力 剛才處長講的,他認識那老闆耶 他認識那董事長 所以我們一起努力好不好 讓我們的保安宮呢,變成我們大龍洞商圈 跟孔廟一樣 變成我們大龍洞商圈 非常優質的景點 那還可以抓寶可夢喔 要記得喔 好,那我想在商圈的活動裡面呢 我們更感謝商業處多年來的支持 也感謝我們各大商圈的理事長總幹事 長期的來支援跟鄉挺 還有配合還有協助 感謝大家 也預祝今天的活動圓滿成功 也預祝大家身體健康 生意興隆 感謝,謝謝 以上是台北市商圈理事長周水美的支持 接下來呢 讓我們邀請台北市大龍洞人文商圈發展促進會 創會理事長